我们在这里面专门讲的音乐的节奏和节拍 我们专门会请教古琴的老师给大家讲这些东西 那么律是什么 律是不是节奏 那它特指一种音乐上的节奏 那么法呢 就是我们生活做人的节奏 那什么叫不法分子呢 不法分子就是生活没有节奏的分子 是吧 就是你说他没节奏 他追求一种更大的节奏 是吧 正常人咱们是阴阳阴阳阴阳 是吧 起伏起伏起伏 是吧 心衰心衰心衰 是吧 醒了睡睡了醒 醒了睡睡了醒 那帮人是什么 发射火箭直不冷的上 更高更快更强 啪 是吧 人家就这节奏 所以今儿上午来了一个 咱们奥委会的一个秘书长 那我也是我的好朋友 因为这次伦多奥运会 他们一块金牌 他那个组一块金牌没得 就比较郁闷 是吧 因为这些人征求国家拨款都拿金牌说话 拿金牌多 国家拨的钱就多 然后花起来就痛快 结果这次有点不痛快 一个月 胆结石 胆脚痛 肾结石 肾脚痛 实在扛不过去了 就是那个桃子 他是桃子老师的好朋友 桃子给我打电话 说需要看看急诊吧 我说那就看吧 一来一看 我说你这个最近不痛快 他说是 从伦敦奥运会以后一直很郁闷 然后两斜下全是那种冷硬块 就是生气 郁闷 然后着凉 再瞎吃 扎完针以后 这个搞运动员出身人 他底子就是好 那个元气一调动 扎完针大概有两三分钟 就肚子就全热 全热了以后 他跟我握手的时候 手也是冰凉 手也热乎 哎呦他说徐大大这么舒服 我说这心肠要热 心肠要软 是吧 这人活就舒服 心肠变硬了变冷了 不可能舒服 后来我就开药 他就去吃了 我后来想一下 最近看这些运动员的这些人 你们看过网上有图片 搞长跑 脚疼 是吧 脚疼怎么办 老天爷就告诉你脚疼 疼你就歇会吧 是吧 不 打着封闭接着跑 是吧 烂了 打消炎针 打激素 接着跑 最后那脚都烂得不像样 最多是我以前治那个 一个瑞典的一个病人 五十多岁 人家也是天天跑步 跑步以后怎么办呢 脚疼怎么办呢 人家把那脚那神经 切了 接着跑 我说好 非常佩服你们 所以这个 不法分子和什么 犯法 是吧 贪赃 枉法 这就是你把自己的生活的节律 这谁擦了黑板 你们这八十个人就没有一个替老师把黑板擦干净的 拿点水 那谁 露雅 拿点水 太难看了吧 还有什么 知法 犯法 知道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然后把自己生活节奏打乱去顺应别的别的人的节奏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你开一个奥托车不怕 你技术要比它好就行 是吧 你技术没它 你奥托车也不好 技术也没它好 但是你开车往那个方向奔的节奏如果掌握得比它好 那你有可能比它先到 是吧 大家知道很多人驾驶疲劳驾驶出事 对不对 我治过多少例在美国都是吃那个 就是抗过敏 anti allergy的那种人 吃抗过敏药以后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开车打瞌睡 是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有呼吸睡眠暂停中和征的人 他经常会睡着 他不是睡着 他经常会昏过去 就开车开了 他一睁眼 刚才我睡着了 然后还在开 好多人这么就把自己的吓坏了 那么这种人是长期的步伐生活 造成自己这种神得不到修养 然后这个神强制关机 是吧 强行关机 关机以后再重启 就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给你们讲这个 讲这个形体结构 这个杨大沁老师 杨大沁老师是多才多艺 还在驾校当过教练 这当过教练是不一样 我这个开车是在美国考的本 而且还考了五次 这个有过五官攒六将也有这个不行的时候 回来以后不敢摸车 不敢开车 在美国开上高速公路都没事 回来不敢开 为什么 这就是人都不守规矩 后来我这个倒车的时候老是这个方向 我老在方向那做个标记 但是转两圈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倒车就倒 为什么说往墙上 墙上倒 杨大沁就点我一条 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方向对不对 你往前开一下 你往前开一下 它是直的 你倒 它就是直的 是吧 这老实一点就是个诀窍 但是杨老师当年就忙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就睡着 撞了两次车 然后他说不行了 我不能这么干 所以他就把他那个原来那个工作舍弃 开始就重新学一 重新学一 这钻研到现在这种局面 所以我说 如果你仗着你开的是奥迪车 而且仗着你驾驶技术好 你就不分黑夜白昼的去 按照不按照生活的节律去开车 那你很有可能开着奔驰 开着奥迪往沟里栽 这就是一个法 所以我们说要掌握 能掌握的是自己的这种生活的节奏 那么在此基础上 我们还要谈一件事 就是这个字 我还不写了 得 这个我们现在都要讲道德 其实这个字的本意已经被异化了 被异化了 什么道德 其实是跟那个伦理 是吧 扯在一块 这人不道德 道德的本意不是那个意思 那么德是 意思是什么呢 纯德全道 是吧 德全而不威也 这我在《寒天经》里边都讲过 那么德讲的是什么 德什么意思 说说说看 找个不认识的人 说说看 找个不认识的人 来 紫禁 紫禁 紫禁说 那叫有德 但德本身不是一个褒义或者是贬义 德的本意就是人为 是吧 你看他是在双人边 是吧 那么他的人为 你做吧 他的人为的意思 德的意思就是说 如何处理人和人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你把人为颠倒过来 是什么呀 为人 什么叫为人 我们经常说 这人为人不错 为人很仗义 是吧 也就是处理好人和的问题 是吧 这叫德 那么你咱们说了 你遵循天地之道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处理人和 那是更高的境界 但是单纯讲处理好人际的关系 也就是一个德 那么这种行为方式 我们就叫德行 或者叫什么 德行 北京人骂人 你瞧你的德行 瞧你的德行啥意思 就是说你做 你这个为人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你做人的style 是吧 另外是什么 你跟别人相处的方式 很多人做人挺好 但是他不善于跟别人打交道 是吧 还有一种人做人不好 但是非常善于跟人打交道 这种情况都会出现 所以说为人 那么这种德呢 我们讲是什么 分两个 对人 对己 所以我在那次跟马云都他们做节目 讲职场的时候 我说人应该首先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 当时马云都听懂了 那主持人长事就没听懂 跟自己还有什么关系 我说你不知道你身体里面有两个我 你们身体里有几个我 好多人有一百个我 所以你们站庄进去做的时候 脑子里面它啪 全冒出来 你想想你捋一下那念头 不怕念起就怕绝持 是吧 你就捋一下 蹦出来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都会主宰影响我的言行 影响我的举止 影响我的念头 所以要 首先要处理好 这个德 第一条 要什么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我觉得德用一句话就解释 叫与人为善 这个人第一是自己 第一是自己 那你说与人为善 第一要什么 第一要善待自己 这个中国人啊 你那个 昨天来一个某个银行的一个高管来说 这两天在上海处理这个群体事件 因为他们好像代销了他们理财产品 结果赔了 赔了以后所有的人就在那就闹 是吧 就跑到他们上海的总部去闹 这一下就成了一个群体事件了 上面就给任务他们去处理 他说 所有的这些人 就是说他们认为的就是去谈这些 买他们理财产品的人 都是混蛋 没有任何契约精神 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只要把事闹大了 他们的钱都可以回去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中国人这种方式 大家凑一班可以过马路 是吧 你压我试试 是吧 你单个儿蹦可能压死你 凑一堆就可以过 然后谁耍流氓 你看我那次我们物业有点什么事 然后那个有个住户就把他车去 停我们的小区门口 谁也出不去 这一耍流氓吧 人事就解决了 但是其他利益人受损失 没人过 后来发现在中国混 这种耍流氓的方式 就是屡屡能奏效 屡屡能得逞 而且这越会哭越会闹的人是利益越大 所以我们中国加上这六十年 还有以前形成了一个神文化 我去昨天讲了一个是奴才文化 再一个就是什么 虐己和虐人的文化 就是善 善的对那面是恶 这种恶的就是虐 比如说喝酒 我先干了 就是说我他妈先虐待我自己了 我他妈不把我自己当人 你看着办吧 是吧 然后呢 我他妈熬成婆婆了 我他妈当媳妇受了多少罪 你看着办吧 你是我媳妇啊 我当年可怎么那么着 所以就是说 这个酒厂上劝酒的文化就是这样 你从酒厂上看职厂上 看官厂上 甚至看学术厂上 都是这些一类文化 是吧 你看我们现在读书啊 学士 硕士 博士 然后博士后 是吧 然后就是壮士 然后劣士 是吧 我在 你看我是84年上大学 到90年我毕业 其实可以留校 或者去考研究生 或者什么 我当时就考虑一个问题 我说能带我做导师的人 他们十年前在干嘛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搞文化大革命 对吧 他们在造反 他们在批林批孔 他们在批凳 他凭什么能当我导师 是吧 因为我们学校里有好老师 你看我就跟着陪老师吹钞方什么的 但是这种人 他没有资格招研究生 能招研究生资格的人 我很了解 这就是文革起来那种 就是官场上 职场上混得很开的那种 那然后呢 博士 硕士完了呢 博士 是吧 博士完了在这 这都是什么 一个一个给你设置好的障碍 是吧 让你去跳 你看现在这个医学院的学生留校 你别说学士留下来 什么硕士佛士都留不下来 而且留下来工资就拿几百块钱 为什么呀 这就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 留下来这个自虐 我他妈被人这么 销过了 然后我接着去销你 是吧 所以现在到医院去找一个工作 发几百块钱还不错 人家院长说 到我这拿份工作 你得给我钱 我现在给你钱就不错了 是吧 所以一直到这个问题以后 我就决定跳出来 我凭什么按照你的游戏规则玩 我凭什么让你把我收拾成这样 那我既然是个医生 我直接面对我的患者不就完了 我看好病 他们哪怕给我拿个臭豆 拿罐臭豆 拿根烟 我就挺高兴 我干嘛要绕过他们 然后得到你的肯定 然后我再去得到一种什么慰藉和满足 你看我们现在我的同学都在为了凭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是吧 还在这儿去奔波 去忙碌 所以这种文化 如果你意识到了以后 我劝你 第一不要参与进去 能躲则躲 第二 跳出来 最好能跳出来什么 达则奸济天下 穷则 独善其身 先把自己照顾好了 所以与人为善这句话很响亮 但是真正能做到 不容易 你想想 你以前被人受的欺辱仇恨积攒在这儿 你总得有个发泄口吧 你不发泄在你的后来人身上 你不舒服 这能量是守恒的 昨天晚上我发一微博 我说这个外感风寒化热这个事 我刚发完 就是前面罗大伦发了一个外感风寒入里化热 然后那帮人给我拴对 说你这不是说人罗大伦说的不对 我赶紧给罗大伦发了个思纪 我说巧了啊 咱们别见外啊 罗大伦给我回了去 咱俩在不同的时空想到了同样的问题 又扯这儿去了 说一下这个联系 联系在哪呢 与人为善 能量是守恒的 是吧 这是这儿 你看这跳的 我不是精神病啊 我是有 我是有林肯 所有能量守恒就是说 含它怎么化成热了 含有可能激发起你的正气潜能发热 那么这个热是正气还是邪热 是吧 我们中医称之为子火 这种火得氧 你如果拿含量要把这个热打压下去 那这个人就病得更重 子火的氧什么意思啊 你受寒了越发烧 我越给你热的药 是吧 帮助你发烧 你这个病就好了 那么外感风寒化 转化成热 那按你的理论那就是邪热 对吧 它还是敌人 那你就得用苦寒药就把它干掉 是吧 所以这种能量是守恒的 你不能这中医说 这种一解释就歪七八糟解释 后来我看我跟帖 回了一帮人在那 跟我这论述这个问题 我心想 我考虑了 你们还在那绕 所以你必须把你内心受过的 被别人欺负的那种负面的能量 通过修身 通过治疗把它释放出去 这样你会发自内心的 对别人产生一种 什么 产生一种善念 别装 看别人倒霉的时候 哎呦我高兴死我了 别装 我就是高兴 那我高兴 见人有所失 若己有所得 见人有所亡 若己有所得 是吧 见人遭不幸 我很高兴 那说明你心里还是阴寒的 知道吧 我不从 我认为从医生角度上 我不从任何道德层面上 谴责一个人 我只从健康和不健康来考虑一个人 当你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 你产生了一种侧隐之心 产生一种同情心 说明什么 说明你心是软的 说明你心是软的 你甚至采取了一种 想帮他一把的心 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能量是够的 是吧 爱莫能助也是一种 是吧 看别人受苦受难 我很同情 但我没有能力 是吧 什么叫爱啊 什么叫看别人死了 我去治癌啊 治癌的意思就是说 我很同情 但是我也无能为力 你爹都死了 我也不能把他起死回生 是吧 这表达一种同情心 是吧 这我们讲的叫慈悲 但是好多人想什么 不经过修身 不经过治疗 就把一个很病态的人说 你要有慈悲心哦 什么慈悲心 我恨得牙痒 我恨不得把它剁成肉泥 我什么慈悲心 不要跳 什么叫慈 什么叫悲 老子说 一月辞 二月减 三月不敢为天下先 是吧 那什么叫辞 什么 什么叫慈母 什么叫令言 什么叫令慈 慈是啥意思 那你告诉我 词和悲有什么区别 那什么叫悲啊 悲是伤 悲还有痛 悲是伤 悲还有痛 悲的本意是分别 分离的时候产生那种心情 是两个鸟背着飞了 飞飞分开了 所以悲欢 离合 是吧 离的时候会悲 合的时候会欢 是吧 那么兔子胡悲 悟伤其类 什么意思 首先他们是同类 看到同类死了 我说是生离死别 每个人经历了生离死别以后 一定要去找医生去调理 去治愈一下你身体和生理和心理上那种创伤 悲是什么 看到别人遭遇不信以后 产生的那种同情心 这是悲 老看到别人不信 或者自己身边的人老有不信 老沉浸在那悲里 悲从中来 不可断绝 悲莫悲惜 生别离 下一句 乐莫乐惜 心相知 一看这个人健康人 刚哭天抹乐的跟那个前女友分手了 马上就想 天涯何处无芳草 前面有更美的妞等着我呢 是吧 这句话 悲莫悲惜 生别离 乐莫乐惜 心相知 还有的前面还没分呢 这都叫乐上了 那慈是什么呀 慈是看到别人成功时候 自个儿产生的由衷的喜悦 为她高兴 这叫慈 什么叫慈母啊 看着孩子健康的成长 母亲在那儿 真是 看着那种欣慰 那种高兴 这种由衷的那种欢喜 那叫慈 不是说你妈给你偷偷吃一块糖 就叫慈 我们现在碰到别人成功 啥感觉 羡慕基督恨 哪有慈啊 你想想 真的你的很亲近的人 突然成功以后 你发自内心来为他高兴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为你自己高兴 你的心态是健康的 是吧 你也不要回避说 这傻逼都成功了 你也别回避说 别装啊 我的意思 咱们都来上古真人 咱们别装 在真的基础上 咱们探讨所有的问题 医生这个职业好就好在哪 不好做假 是吧 现在嘛 以前我在医院还有来泡病假 开假条 假装自个儿病了 现在基本上没了 是吧 瓜咖啡这么贵 来假装一个病 没有啥意义是吧 所以他面对的病人是真的 然后呢 你的疗效也是 真真切切摆在那儿 好了就是好了 美好就是美好 是吧 你要给人治美好 他不会再来第二次 我这现在约的病人老看不完 就是因为他们老来复诊 老来复诊人说 那就是没给人治好呗 是吧 这是个悖论 我要是神医一下都来治好了 我的病人会更多 那来的全是那更疑难的症 所以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 真心的为他去高兴 那叫慈 看到别人受难的时候悲 慈悲心是什么 慈悲心是一个正常健康的 生理心理健康的人才会产生的感觉 是吧 不健康的人 看见别人高兴 恨不得嫉妒死 是吧 看见别人痛苦 哎呦高兴死了 是吧 所以你看那些 为什么 什么踩猫啊 杀狗那些视频 为什么 那么挣钱那么慢 就是有人在买 有人在看 有人看完这个以后 欢欣鼓舞 你可以说这些人都是病态的 不健康的 是吧 有大批人存在这种市场 所以我不反对吃肉 但是我反对那种虐杀 虐杀 是吧 而且在虐杀动物的过程中产生这种快感 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些虐待人的 包括重庆打黑 做那些刑讯逼供那些手段 你就想一想 那些人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如果是个心词手软的人 是吧 有同情心的人 你让你杀个鸡 让你干点什么事你都下不了手 那为什么会对人产生那种 那么狠 那么狠毒的念头 还是动得了手呢 为什么 因为他被别人这么也收拾过 是吧 他心里积累了太多阴寒东西 他需要去发泄 所以这几千年这么一层一层传下来 甚至传到人的骨子里 传到下一代 是吧 生下来这孩子就很逮逮的 做一些很恶毒的事情 你就觉得 哇这人怎么四五岁 三四岁怎么就做那么狠的事 把这个我见过 我的病人里面有的孩子 拿开水往死烫他们家鱼的 是吧 然后拿那个刀子 剪着掐他们家花的 三四岁的孩子 他们父母就说 我们家孩子怎么那么狠 胎里带的 胎里带 所以反观自省一下 反观自省一下 看看自己是不是慈悲 这不是一个道德评判的标准 而是判断自己身心 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 那么善待自己 第一条 我的观点别装 别想想 我生下来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要敲锦父母 为了孩子 连我做爱都不是为了快感 我是为了繁延后代 是吧 这种理论是几千年把人都害了 第一条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人首先要为自己活着 别给我扯别的 扯的结果就是 我把最粗的针扎在你的身上 把你那个假面具给你卸下了 人首先要为自己活着 这是天道 如果每个人不为自己活着的话 这个世界不会存在的 你非要违反天道 制造出一帮伦理来 让人就是要牺牲自己 为了别人活着 这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一套说教 其实他不担心的事自己没问题 他不心疼你死 他会教育你们为他死 所以我们那黄继光 邱绍云 是吧 这些人 你看看 干嘛 我们的鼓励的都是这套人 朝鲜还说为了抢救某今日成的什么画像 那个小学生就死了 死了以后得到表彰 是吧 重庆唱红的时候 那七十岁那他妈病了 他说没事我要到北京唱红 我这个 这个事更重要 是吧 这些都是灭绝人性的说教 我们学中医必须把这些说教 给我们洗脑造成那种影响 清掉 清掉 你们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很多人热血沸腾去奉献 去献身 去熬夜 去加班 心里面就燃烧着这团火 就是什么 我要牺牲 我要奉献 为了理想 为了国家 为了党 是吧 这个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是99年 99年 98年我回国嘛 待了将近一年 99年 那会辞职了 也没工作 然后老婆也离婚了 然后就自个人那待着 是吧 没法地 然后突然听说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了 当时你知道我什么反应 一股热血 上来了 我就突然就想一下 我说工作也没了 房子也没有 这些事都没让我气血往上涌 为什么这个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了 我这气血涌上来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从小就被这种教育洗脑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使 你们要不要关心自己那点小事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是吧 你再想想文革那些红卫兵 你再想想他们下乡的时候 插队的时候那副惨像 你再想想那些当炮灰的人 他们都是被这种说教煽动的热血沸腾 然后去送死 这是道家最鄙视的 活该你做炮灰 所以我说黄带内经讲 是吧 善待自己的表现就是什么 善待自己的表现就是什么 善待自己的肉体是什么 善待自己的心 善待自己的意 善待自己的欲望 而我们的说教都是什么 你的欲望要服从组织 服从大局 服从单位 服从领导 一旦你有什么欲望和念头 不符合这个 那你就是邪恶的 你就是错的 你就要反显 你要狠斗私字一散念 所以这个字在中国已经成了贬义词 贬义词 所以这个私 所以现在流行一个故事就是 你这个丈母娘跟你媳妇 不是你丈母娘 你妈跟你媳妇 你先救谁 首先你如果你交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谁要给你提出类似问题 马上跟她绝交 有这种思维的人 都是把人 就把至亲至近的人 严重对立起来 意思就是说 你们是不共戴天的 是吧 马上跟她绝交 不要跟她搭理 但是这个问题 你要得考虑 人必须考虑到死 你再好好给我活 很多人在回避死的问题 我这人经历 我快五十岁了 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几件事 其实好几次都接近到那个死的边缘 正是把这个事情看透了 所以那次新中刊 那个主编冯新生采访我 我说我每次坐坐飞机之前 我都把我的所有的后事安排好 有个信封放在哪儿 我的妹妹什么老婆都知道 如果我跟我老婆一块出去的话 这个妹妹知道 为什么 人要不考虑到死的问题 你也活不好 所以禅中有个故事说 这个人生是什么呀 是吧 你就掉悬崖上 然后抓了一个藤 上面有个老鼠还咬着个藤 是吧 迟早会你掉下去 底下有猛虎张嘴等你 你咋办 恐惧啊 焦虑啊 哎呀我要死呀 我要死呀 别去 别去 边上有个什么野果草莓扎下来 嗯 不错 小老师 你还咬着呢 等会儿啊 这种心态 是吧 别挪 别挪着说 哎哎你看徐老师都想开了 我也这么想 别 别挪 这必须得身心到一定境界以后 才会这么想 啊 我们现在是老是是这个不修身不养心 然后老想着别人怎么做我能达到 不会 啊 不会 所以这个生死的问题一定要考虑清楚 那先救谁啊 所以先救自己 你会游泳吗 你能扑通上来不给别人造成拖累 你就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 所以野外这些旅友们有一个原则 黄剑是这家伙 他们探险哪都去过 他就说过 他说野外生存第一原则 自己照好自己 不给别人造麻烦 对不对 这一点你已经足够了 是吧 先救自己 还是那句话 别装十三 别装 自己又不会游泳 然后要表现出 妈我要救你 媳妇我要救你 是吧 最后把人全拉下水 本来人俩还能扑通上来 是吧 是吧 装的 不装 觉得好像这点有 所以你看 好多人坐着坐着 就开始装了 是吧 做什么事 本来说赚点钱 然后说 哎 我免费了 我要公益 装吧 是吧 第二点 如果你还有余力 你想救谁 你就救谁 你永远要以救了谁 而感到自豪 不要因为没救谁 感到内疚 当然你全救了都好 是吧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 很容易被别人道德绑架 是吧 你看找我今儿又来一个 闺女得抑郁症了 找我 徐大夫 你是个医德高尚的人啊 徐大夫 你说你这有 你看你就是有佛像 有慈悲心 你一定要救 我说我没有 我说你看我这 我今儿看了二十多人 二十五个人 是吧 我说你看我这一上 我连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 对吧 咱们不是比虐人吗 我已经自虐了 我变成这样 我在这儿看病了 是吧 但是往往人都被这种话 就是 所以你看中国人的宣传这些典型啊 都是 什么叫好医生 不是医术多高治好多少人 而是什么 我带病坚持工作 是吧 我这个乙工殉职 是吧 我不用这个吸痰器 我拿嘴把病人的痰吸出来 是吧 病痰 病入膏肓的病痰 而且你说如果一个大夫 他靠自己的医术 给人治好病 过着一种体面和优雅的生活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宣传这种人 是吧 谁家破烂 是吧 这两天又在宣传一个春衣 给人看病 自个儿得了尿毒症 要换肾 没有钱 是吧 在宣传上 你们想一想 想一想 这种人多惨 但是这种统治者的宣调 就是让你们去做 当你们脑子里面 深深的植入了这种病态的 这种价值观以后 那你就开始病了 而且你会病得不轻 到死你 你也不会醒悟过来 这不用讲了吧 什么叫甜 是吧 不懂得回去听 换肋力音响 我告诉你 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 能替代你做这项工作 是吧 你说我得愚症 我要自杀了 我需要一个精神支柱 我是hopeless 我是helpless 我这个无助感 没有希望 快来一个人拯救我 不会的 你那个心气不恢复 你那个原神不回来 谁也替代不了你 这个舔这个事 只能自己做 是吧 鱼呢 就找到伴儿做 是吧 然后呢 自得 从生理上 生理上 身体上 要自得 是吧 从经济上 要自立 我现在敢 敢这么说一些 放肆的话 是因为我不用看 不能说 不用看别人脸色 起码不用看我们教研室主任 系主任 是吧 副校长 校长的脸色 因为什么 你的命运捏在人手 但我现在也得看脸色 是吧 工商税 武城管 是吧 后来我那天发一个微博 说我到四川 上级领导派的任务 我去四川 帮人设计个项目 结果那帮人就回去 啊 你还有领导 我说我辞职以后 发现我领导更多了 是吧 为什么 任何一个能让我这诊所 学堂关门的人 都是我领导 是吧 所以现在你说 谁排队加个三 城管的来查 说预言堂这状态不对啊 我们这挂多少年 为什么不对啊 你那有个徐大夫 加个号 那个环保局来说 锅炉超标 我们都十多年没超标 徐大夫要加个号 还有税务 这更得 后来我就说 我的心态很端正 为什么 这能让你关门吗 第二人家还给钱呢 是吧 给谁看不是看 是吧 没有绝对的那种资历 但是我们要相对的资历 鲁迅你们看一下 文革时候只能看鲁迅的书 结果有个人在牛坡里 就研究鲁迅到底挣多少钱 就发现鲁迅的稿费 还有薪水 足以支撑他去骂别人 对吧 足以支撑他 他不用看任何人脸色 对吧 你看他到琉璃厂 买了一些古董字画 他在北京还有个四合院 对吧 他为什么后来离开北京了呢 因为他偷看他弟弟媳妇洗澡 对吧 让他周作人给赶出来了 经济上要自立 一定要自立 我告诉你 很多人跟其他人关系处不好 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经济上不独立 然后在有求于别人 依赖于别人的过程中 又不肯放下自己那个臭架子 还要强求自个人格要独立 扯淡嘛 是吧 你要不是那样的话 你就做寄生虫嘛 那你就摆出一副寄生虫的样子 是吧 招随招寇富儿门 木垂肥马尘 是吧 禅悲于冷治 处处皆悲心 谁呀 杜甫嘛 那不就跟着一些瓜二代 富二代混嘛 是吧 招寇富儿门 是吧 木垂肥马尘 人家吃着喝着剩点 然后你就处处皆悲心 是啊 你想往上爬就得有这个阶段 所以我说要自得自立 在这个基础上去追求自己 精神思想人格的独立 然后才能发现自己 不被别人扭曲 不扭曲不变形 这是第一个 这个包括什么 那么说我不会善待自己 那你至少不要虐待自己 是吧 需要举几个虐待自己的例子吗 第一把自己弄残 什么要弄残 什么要把自己弄残 那叫缺 残和缺不一样 什么叫残 就是你本来长那个样 然后把你拧不成另外一个样 然后你觉得那个样挺好 是吧 读过并没管记 是吧 就是按照他的愿望 把那个煤 你这不扭 我扭 我参观过那个春节的时候 有时候煤花找开 他们就把那煤花扭拨成一个什么字 是吧 我看了以后巨恶心 所以残不是肺 残不是缺 残是什么 违背你本来的神 本来的身 本来的体 然后人为的把它扭拨成其他样 所以现在很多人整形就是什么 就是摧残自己 今儿还来一个 女的 他比他老公大四岁 大四岁 这女人 这个女人 同龄的人啊 咱们就说 你看我大学 我们班是六十个人嘛 六十人三十个 二十九个男生 大概是三十一个女生 女生多 就我们班成了六对 就是同班同学 娶同班同学啊 你们猜现在还剩几对 还有一个 其中一对是离了又复婚 然后我那哥们说 哎 那个哥们跟我挺好 然后跟我 他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 我那会就 咱是离过的人 是吧 咱这宽慰他 最后又复婚了 哎呀 哥们你看 我这一个媳妇娶两遍 哎呀 而且我们这离婚特逗 都是女生先出轨 哎呀 这这有意思 说明学中医的男的太窝囊 而且有个特点 老得非常快 就是同龄啊 同班同学 你看 你做住院医生 我也做住院医生 你职业班 我也职业班 是吧 然后你凭组织 我也凭组织 所以大家都是一块辛苦 都很累 那些毕业以后嫁给别人 嫁给比岁数比自己大的男人 现在还挺水灵 是吧 所以他免了很多那种 奋斗的事情 所以今天碰这女的 比他老公大四岁 那脸整的啊 这个整形以后 你就看他不自然 你到底哪儿不对 不知道 就是我看过自然的来 他再丑我也觉得 他是自然的 天然形成 这种人造的 一看就不对劲 结果他查 肿瘤指标非常高 我其实第一次来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是肿瘤体质 他为什么要整形 为什么自己整形 整形的最重要原因 是自己不接受自己 自己不爱自己 自己厌恶自己 然后老想把自己 整成别人 所以你看整形人 会上瘾的 今儿整成范冰冰 明儿整成姚臣 后天 反正就不是他自己 最后把自己那个 你看脸 那一掀开肚皮 我说你抽过纸 肚皮抽过纸的人 那个肚皮也跟死人的皮一样 他不像皮 他像隔 皮和隔有什么区别 是吧 他像隔 所以我 最后我们不是今天办公室 最后一天了嘛 他们整理东西照张相 然后那这两口子也跟我合个影 我就跟他男的说 我说你要善待你老婆 是吧 你要让他老产生这种自卑的心里去自虐的话 你还不如跟人离婚让人当过 然后话也没说 他老公点头 那女的已经 已经 泪流满面 泪流满面 所以我说不要虐待自己 第一不要摧残自己 处王好戏 要宫中多饿死 你就好久 奶奶我就要做杨贵妃 自然会有欣赏我的男人 而且我还会从里面挑一个我欣赏的 你得有这种自卑 哪怕是中老嫁不出去 你得有这种自卑 至少你不会被饿死 所以铁锅自有锅盖盖 男人自有女人爱 只要长得帅 只要什么长得帅 是麻子脸上放光彩 瘸子走路也有派 是吧 是欣赏 你发现没有 你欣赏一个人的时候 美是一种主观感觉 不是客观存在 你说脸上有道疤美不美 不一定吧 战场上英雄归来 那以脸上有道疤为荣 兄弟我是越战战场上下来的 没这道疤 还自个儿刻他一道疤 是不是 所以这种东西是 人的心境心态来变化 所以我说第一不要摧残自己 第二不要把自己闹成个缺货 你不缺钙 你缺心眼 是吧 什么叫残缺 点到底肿了 喇了 蓝尾发炎了 喇了 乳腺增生 喇了 卵巢囊肿 喇了 是吧 子宫肌瘤 喇了 头疼 所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叫全虚全尾 这个尾是这个意思 尾巴 尾巴 全虚全尾 都是我说的北京话好 其实我说的是普通话 真正老本心说起那个土话来 我都听不懂 那你缺了这个东西以后 你会出现一种障碍 什么障碍 就是说你的魂魄对应不上你的躯体 这就是我说 胳膊没了 然后我这个中指疼 是吧 这就会产生一种错乱和混乱 而且我告诉你们 被西医认为没用的很多器官 是什么 是因为这帮蠢货没 这帮淤货 还不是蠢货 他干的是蠢事 是因为他没认识到他的作用 所以你们也就割了也就算了 千万让自己的下一代 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身体上所有的零件都是有用的 多不多就割 就把自己闹成了缺火 那么还有一个叫肺 残肺是吧 肺是什么呀 有其形而无其用 肺 肺 我们有一个病叫减肺 什么叫减肺 眼瞼 眼瞼 搭了下来 抬不上去 叫减肺 胃下垂 胃肺 杨伟 肺 我是个废人一个 不能行人道 要废 所以不要虐待自己 不要把自己闹缺会儿了 不要让自己功能变得缺失 然后呢 更重要的一个事情 要处理好心和意义的关系 我刚才说了 我说你处理职场关系 之前先处理好和自己关系 就是说 心和意义有区别吗 有吧 区别在哪 意识后天的 可以改变的 可以强迫输入 可以被洗脑的 前提是你的神很弱 你看做代工报告的时候 总有一帮蠢货起来就跟着 发工了 这摇啊 那打滚啊 这些人都是神很弱的 按西心理学来讲 这些人都是特别容易受暗示的 是吧 所以当有个人要给你布工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讨厌 你就心里说去你妈的 你心里就默契去你妈的 然后他那个功根本就没用 是吧 就发不过来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容易上这个道 就被人家洗了就跟着走 所以呢 心和意 我建议大家 你的意永远要为你的心服务 西方人宗教老说伺候这个神 其实那个神是什么呀 神就是你的心呢 是吧 那有人说了 那我就喜欢我这同桌的美女 我就上吧 那你也得尊重人家的心意 是不是 是吧 那就涉及到一个处理跟别人关系的问题 我先说的是 顺应这个 先顺应你自己 但是我们现在后天受的教育 这个意义太强大了 把先天的很多东西蒙蔽了 所以很多人得抑郁症都是什么 徐大夫 你看我现在工作也不错 家庭也不错 老公对我挺好 孩子也挺生气 但是我就是不高兴 你别以为得抑郁症 都是那种在流浪汉 什么集贸市场 卖白菜那些人 那些人你看 骑个三轮车 披个大棉袄 后面坐个老婆孩子 哈着冷气 挺高兴 得抑郁症的人 都是你看我说 北京这么多高楼大厦住的一些 全睡不着觉的人 活得很痛苦的人 为什么 他前面说的那一大段话 都是什么 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都是这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标准 是吧 我这个我那个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就是什么 就是我心不高兴 因为 对啊 就是说 他心为什么不高兴 我们说这个心就是神啊 他有没有需要 他需要不需要能量供给 他需要不需要休息 他有没有他想吃的东西 神吃什么 神吃红烧肉 慢慢你看我这录像啊 气 气来养神 神也吃肉 神吃啥 玉 我们管玉那个 比如说一个镯子啊 粗的或者细的 我们管的叫肉多肉少 原来有那个祭祀那玉叫环 或者叫壁 是吧 壁就是中间窟窿小 环就是中间窟窿大 为他没有他祭祀呢 这就是神吃的那个肉 如果他饿了 你这个气养不了他 他是不是很痛苦 是吧 他需要休息的时候 你扰他 你是不是很痛苦 然后他怕的东西 你老去看恐怖片 是吧 他喜欢的人 你不碰 他不喜欢人 你就为了钱 为了提升 是吧 为了上主持人 为了主持 为了上这档电影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什么叫黯然神伤 黯然销魂 就是说你没有善待好你的心 没有善待好 先是痛苦 先是不高兴 先是抑郁 最后就是什么 不跟你玩 我走了 然后你就 成全了 所以真正抑郁人 抑郁症的人 他不会是想我死还是不死 他只是想一个念头 我怎么死 他已经跳过了那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他只想了就是说我怎么死 而不是说我死还是不死 我这家怎么办 没有了 到那会儿那个念头就是什么 不如归去 归去什么 就是重组 就是说算了 这次人生太失败 我还是走了 然后分解开 然后重组 投胎去 归去就是规则 归也 你就想想吧 你的神为什么不高兴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哲学 很深刻的问题 所以你自己在那很痛苦的时候 莫名的痛苦 莫名的悲伤 莫名的在那流泪的时候 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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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些原因有的是什么 你完全忘掉了 忘掉了 意识不到了 我知道很多病人最后治都在梦中哭醒 就多少多年前一个伤心事 浮了上来 然后哭完了 当时没哭再哭了 哭了好了 你们看过911那楼塌下来 有个黑人女人在那 呀哈哈叫 我说这人没事 为什么 那个场景 那个视觉 那个信息冲击 跨过来 然后变成这个呀 那个能量 就好像人打你一拳 顺势啪一倒 没事了 挺着 蹦一拳 内伤 所以我们人 很多人在受了感情情绪的伤害的时候 没有给他一个出路和通道 然后那个东西 我告诉你 能量是守恒的 深深的埋在心里 多少年在那隐隐作痛 而他隐隐作痛的时候 你那个意识根本就意识不到 我为什么痛 为什么到这个地方 我就莫名的要流泪 为了见到这个人 我要莫名的流泪 是吧 给咱们写这个字的那个人的夫人 在我这调两三年 一直受着这种家庭啊 婆婆 大姑子 小姑子 这种 欺负 一直忍气吞声 我说你要再 我当时见他第一面 我说你再这么下 你要长肿瘤的 然后治两年以后 他不停的吐痰 我说你变成蜘蛛精了 最后治的脸整个就亮 然后呢 整个 他还 他就比我大两岁 然后他提前必经 又恢复了 然后多少年夫妻没有同房 有欲望了 也可以了 然后终于有一天跟我说 他说我梦了个梦 我说啥梦 他说我指着我那个婆婆和大姑子说 你们去死吧 多少年 所以现在 活的这种质量 活的质量 好了 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